電影網 電影網的朋友們大家好 髮型是因為導演覺得想這個致敬 因為我沒有看過原來那一版 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有什麼定性的一個人 比較不希望把自己定位成什麼樣子 就是希望做一個演什麼戲都能夠投入的一個演員 好像還不夠風情吧 沒有開玩笑因為 確實還可以 我當時是有想法想演得更加誇張一些 但導演和主創們都覺得這樣就夠了 就是因為我老跟導演說 我說眼色又有很多種有很明顯的那種 也有憑著心理的動機去 有一些挑逗的戲份 就是比較好玩有趣的 所以就是採取了這個後者 就是很 都藏了很多那個潛台詞在裡面 然後說出來之後呢 自己不感覺 但是出來之後可能就會覺得還蠻好笑的 謝謝 其實我覺得演女妖要看 演什麼樣的角色都要看自己內心的那個體驗 因為如果我自己不改變的話 不深入的話 她給我一個女妖角色 我也演不出女妖 或者說是我是演的表面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每次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都會問自己說我能給她什麼 我能賦予她什麼 而不她賦予我什麼東西 裸奔 我賦予你 是替身 你是不是自己拍戲 還是要給自己有一個底線 嗯 應該會有的 其實我是蠻欣賞 我看一開始做準備的時候 我非常欣賞宁采成的這個勇敢 因為我覺得真正的愛情是沒有什麼太多的 理性的條條框框的 就覺得是可以突破一個 好壞的觀念 是非的觀念 就是真愛的那種感覺 因為到最後她知道她是妖的時候 嗯 還是很接受的 跟彥赤霞的感情應該是偏 偏理性一點 在她的方面偏理性一點 因為她會有一個選擇 她會幫你做一個選擇 我覺得還是要看感覺吧 就沒什麼太多的要求 覺得其實愛情不需要太多要求的 嗯